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62岁男子李瑞明对外宣称自己跟警戒高层熟视,还帮自己应谋商与饭店董事长的名片,拉抬身份,再向多名被害人扬称手边有件案可以投资获利,骗取财务,被害人后来发现李南口中的件案根本还没动工,惊觉被骗,报警处理。 基隆地检署检察官认定李南已涉犯诈欺罪,将他起诉。李南向检察官表示并没有诈欺犯议会应商与饭店的名片,是因为该饭店是前期的家族企业,自己也常在该处出入,拿到阮南的投资款,买了广告开了公司,但后来公司倒闭,血本无归,令于南确实有答应卖四户房子,才会与其他人签约。 检警调查,李南对投资者表示,基隆市某处新建案他可以拿到较低价格的房屋,只要投资就能获利,借此骗取零,绍兴两名被害人102万元的投资款项签订和一书,另也向软禁被害人指称自己是酒商有代理酒类,骗取软男70万元。 检察官认为,李南宣称的建案并未开始动工,建案负责人虽表示有口头答应要以13万一平的价格出售四户给李南,但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契约,而且工地根本还没施工,怎么可能对外贩售? 而李南向真正的酒商批少量的货贩售,却对外宣称是代理商有诈欺意图,李南的行为已触犯诈欺罪,近日真杰将他起诉。